东方桐一张娃娃脸 此刻却默默言争 谁也不怀疑 这个一直笑眯眯的人 下一刻会拔刀杀人 当他目光触及 程大雷的时候 却突然顿住了 程大雷的目光太过平静 他就斜靠在石头上 却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这感觉让东方桐觉着 如果他敢向程大雷出手 死的一定是他自己 于是他挤出一丝笑容来 不必了 我们自己忙得过来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一定说话 我这人很愿意助人为乐 多谢 东方桐客套几句 几个人一起动手 点燃火把走出山洞 亏得现在雨小了许多 否则举着火把出去 立刻就得被雨淋灭了 本来拥挤地煽动 此刻又变得空旷起来 小白狼和程大雷面面相去 两个人一头雾水 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上大迟的网 这帮人怎么看 怎么都有些古怪 程大雷挠挠头 想不清楚 东方桐一行人 为何如此重视那女人 不过啊 这黑天半夜又下了雨 东方桐想找到那黑衣女子 怕是不容易 程大雷虽然有些好奇心 但也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东方桐走了更好 这山洞里边待着 还宽敞一些 等明天天一亮 继续出发赶路啊 又过去很久 这山洞外的雨还没停下 却突然听到 脚步声响起来了 却见到黑衣女子 竟然趋而复返 跑进山洞直奔程大雷 到了程大雷面前之后 哭通就跪下了 恩人 救我 淋了一场雨 衣物贴在身上 颤着这女人曲线玲珑 又因为天寒雨冷的缘故 她的郊躯轻轻颤抖着 如此一家人跪在 程大雷面前 程大雷又不是做 怀不乱之人呢 赶紧伸手搀扶 快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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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小白狼轻咳一声 拦在程大雷身前 她摆出了随身的短刀 调了调眉毛 什么来历 赶紧实话实说 不要逼孤男的 用刀和你说话 那黑衣女子抬起头来 楚楚可怜地看着程大雷 敢问 是蛤蟆大王 程当家吗 此时莫说小白狼啊 程大雷也是一惊 手握着剑一字一顿 你是什么人 程大雷一路行来 都小心不和人碰见 如果被识破身份 对程大雷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程当家勿怪 小人名叫周桃 乃是荆州长安人 小人当初曾经听说过 程当家化名牛三金 大闹长安城的尾事 况 程当家 如此英雄魁梧的美男子 天下又能有几人呢 所以小人才能一眼就认出 程当家来 姑娘莫慌 快快起来说话 程当家若是不肯救我 小人不敢起来 这 你究竟是碰见什么事了 那东方桶并非是什么药伤 那是荆州一地的大盗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小人是长风关守将 陆长条的妾室 他们抓走小人 就是为了勒索长风关 这长风关位于荆州境内 处于帝国和草原接壤地带 距离此地并不遥远 程大雷虽然没见过那位陆长条 但对于附近情形还是很了解 你瞧瞧 你看看 姑娘快快请起啊 这事包我身上了 有我在 没任何人能伤害姑娘 小白狼在旁冷哼一声 心底对程大雷十分不屑啊 谁知道这女人说的是真是假呀 程大雷只听对方一面之词 伪实莽撞 那还不是看着对方姿色了吗 况且就算他说的是真的 但这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算东方桶是坏人 那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正在此时 外边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东方桶一帮人骂骂咧咧回来了 程大雷一定要救救我 不用慌不用慌 你先上后边躲躲 山洞后边有个狭长的暗道 就一小窟窿 黑天半夜也瞧不清楚 几乎周桃刚刚挤进去 东方桶一行人就进了山洞了 外边下着细雨 林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东方桶在外边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 无奈何只好返回山洞 等天亮以后再说吧 他进了山洞朝程大雷拱了拱手 没了之前的热情 一群人坐在山洞里边烤着火 虽然呢 没埋怨那个刘凯 但是刘凯啊 却紧张得直冒冷汗 这回程大雷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啊 没找到啊 一句话可打开了东方桶的话匣子了 那你人实在叫我 如果让我找到他 已经立刻杀掉他了 绝不能让他再从我手里逃了 那女人是什么人呢 难道不是你们的同伴吗 东方桶听到小白狼的问话一愣 和身边的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长叹了口气 也就不瞒二位了 在下并非什么药商 乃是长风官的守军 在陆将军手下做事 程大雷和小白狼同时瞪了眼睛 这可就变得古怪了 那个女人呢 二位可听说过江湖上有位鬼脸婆婆 小白狼一头雾水啊 对于这四个字啊 却是十分陌生 可程大雷难以置信地问 她成出江湖了 传说这位鬼脸婆婆精通易容之术 能在瞬间改装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于是才有鬼脸之称 当年她在荆州一带啊很是犯下很多大案 手下人命也不少 程大雷在长安的时候也听闻过这位前辈的名声啊 那贼女人就是鬼脸婆婆 这不大可能吧 那鬼脸婆婆成名二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就算她不死也一大把年纪了 可刚才那女人 具体我也说不好 那鬼脸婆婆擅长易容术 有鬼神不测之术 乔装称年轻妇人也未必做不到 也有可能 这女人是鬼脸婆婆的传人 孙女徒弟什么的 也说不好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程大雷都不知该相信东方桐 还是该相信那周桃了 但是至少 这得对周桃有所保留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 此刻周桃可就在她身后藏着 第六百一十二集 扶风一剑 程大雷感觉全身骨骼都僵硬起来了 本以为雨 天抱进怀里的一只小白兔 可没想到这小白兔是条美女蛇呀 会突然扑过来咬断自己脖啊 现在那周桃就在自己身后躲着 如果她真的是那位鬼脸婆婆 在这个距离杀掉自己绝对没任何问题 程大雷一点一点往前挪着自己的身体 也不想让东方桐看出任何异样 啊 那鬼脸婆婆和长风关也该是井水不犯河水 那这次为何和她过不去呀 东方桐长叹一声 抬头和刘凯的目光撞在一处 要与她说吗 东方桐鬼鬼祟祟 程大雷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好人 大家都彼此怀疑啊 头到这时候了 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实不相瞒 那贼婆娘将大人的军印到了 我们这次抓她 也就是为将军讨印回来 哎 我看她神圣的也不像带东西的样了 那大印也不是什么小屋间吧 想当初在青牛山 程大雷一人挂三印 对于军印这种东西还是比较熟悉的 帝国军中有剑印如剑人的说法 在军中它可就代表了权力 陆长条丢了大印 网大了说那是失职掉脑袋的事 网小了说那也是件丢人的事啊 谁知道那贼婆娘将将军印藏在何地 我们抓到她之后 也没从她身边找到 准备带回去慢慢询问 谁想到那女人如此狡猾 就让她在眼皮子底下逃了 说起这事 东方桐明显有些气闷 抓到周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结果却功败垂成 那程大雷也搞不清楚 双方究竟谁真谁假呀 不过这件事和她好像没什么关系 她心中还颇有点幸灾乐祸 想阁下的手段应该不弱呀 对付一介女流 法子还蛮多的 何至于问不出什么呢 阁下有所不知 鬼婆婆的样子 阁下也是看到了 她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程大雷温言点点头 她倒是不否认这点 如这样的妖妇 最擅长勾引男人 她群下之神有不少 每个都愿意为她玩命 其中有一个人 更是大大的永明 堪称荆州第一高手啊 谁啊 浮风一线 柳追风 程大雷对老一辈江湖人 还是比较熟悉 如果年轻些的 她可就不认识了 这柳追风啊 家住荆州广陵城 大概四十来岁 也算是一代宗师 家里豢养的徒弟门人 又上千了 传说她在柳树下舞剑 狂风吹落叶 每一片柳叶都被她 斩成两半 如此才有 浮风一剑的外号 如这种人 往往勾结城里的 达官贵人 真如柳追风出面 护着她 一个边关守将啊 恐怕还真不被她柳追风 看在眼里 东方桐嘴里骂门咧咧 航舞中人大多粗粗 只说周桃是一双 藕臂万人枕 两半粉唇任人长 那柳追风怪不得姓柳呢 那活该头上绿油油啊 程大雷摸了摸鼻子 东方桐可不知道 周桃此刻就在程大雷身后躲着 这些话一字不差 可都落入她耳中了 至于程大雷他听得还挺开心 大哥 这里有个山洞 我们先在这里躲躲 明天再赶路 好 为今至今 只有现在此地地避避雨 正在这时 外边响起一阵说话声 就见两个中年汉子走进了山洞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 东方桐一行人腾身站起 发出随身的兵器 这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这俩汉子其中一人正是柳追风 另外一人是他请来的帮手 那在荆州路林道也小有名气啊 名叫孟一刀 有刀法无双之称 这柳追风对周桃是一往情深呢 知道他被东方桐抓走了之后 立刻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老婆孩子也抛下来 立刻来追东方桐 追来追去 就走到这荒郊野岭上了 赶上一场大雨 好巧不巧 人也跑这山洞里避雨来了 这两拨人竟然在此地捧上 那真是仇人相见 是分外眼红啊 柳追风颇有种踏破铁鞋 无逆处得来全部费功夫的感觉 还咬着牙 大爷 你们把小桃抓到哪里去了 快快将他交出来 柳追风 你敢包庇那贼婆娘 不怕我成风官的披甲是吗 哼 你让陆长条来 看我怕不怕他 程大雷长叹了口气 看得出来东方桐明显有些害怕 这柳追风啊 以剑法扬名 本是自然不弱 这逼色的山洞又适合他发挥 真要动起手来 定然是东方桐一行人吃亏 可程大雷是在这儿避雨 也不能让他们搞得此地无烟瘴气 他一白手 我说二位啊 双方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 如刀子般扎人 程大雷却恍然未决 这出门在外的 大家碰见了就是朋友 什么丑啊恨的呢 大家不如放下兵器 好好喝一杯吧 住口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插口的份 莫非 他是你们请来的帮手 问 程大雷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感觉背后一道杀一袭来 周桃用竖发的木钗子 就抵住他脖子 贴在他耳边冷冷地说道 道一道 杀了 柳追风一见着周桃 立刻一脸惊喜 小桃 你没事吧 周桃仰起头来 用另外一只手 将湿漉漉的头发 撩在了脑后 如此风情 当真是惊心动魄呀 只不过程大雷 现在一动不敢动 他算是 无缘得以欣赏了 小白狼也投鼠忌器 不敢动手啊 你可是小看了这位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都有开口说话的资格 他说话的时候 你们 也最好认真听着 这位便是秦川之主 大名鼎鼎的程大雷 程 当 家 声音落地如闷雷乍响 山洞里除了火堆的琵琶声 再无其他声音 东方童一开始就猜到 程大雷有些来历 但没想到这来历 这么不简单呢 你瞧瞧你瞧瞧 误会了不是 姑娘啊 咱都是自己人哪 第六百一十三集 百遍美人 木钗抵着程大雷的脖子 周桃贴着程大雷的耳垂 软糯地说道 我知道程当家一身本身 小女子可承受不起 这木钗 剧毒 间歇封喉 程当家可不要乱动哦 吓坏了小女子不要紧 别伤了程当家的千金之躯 你瞧瞧 误会了不是啊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姑娘如花似玉 在下怎敢莽撞啊 周桃抿嘴一笑 也看不见她的模样 却只听得见她的声音 觉着就白爪挠心一般 柳追风看着程大雷和周桃在那打情 骂俏顿时就气不打意出来啊 小桃 与她废话做什么 直接杀掉算了 先将他们处理掉 周桃冷冷地说着一句 她同程大雷说话时还有几分魅惑 可此时声音却冷冰冰的 柳追风对她是言听计从 立刻朝东方桃几人出手 可怜这东方桃在马上也是一员大将啊 但在这如此逼色的地方动手啊 显然不是他们寒无所长 转眼之间便有两名兄弟被杀 那程大雷现在也是 泥泊色过江自身难保 虽然不愿看到这一幕发生 可是也帮不上什么忙 再这么发展下去 东方桃一行七人都得命丧柳追风和梦一刀 二人手中 忽然刘凯猛地扑过来抱住了柳追风 当然长剑也冻穿了她的肚子 可这样不要命的打法 柳追风也尾时未曾见过 一时间被她抱了个结实 大人 走啊 你 东方桃一惊 开口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走啊 走了才能给兄弟们捧手 长剑贯穿了刘凯的心脏 鞋打她嘴里就流出来了 柳追风啊 想要挣脱刘凯 可一时半颗镜也做不到 江湖上的武艺 东方桃自然比不上她 可军阵中的打法 她也不熟悉 军人冠不要命 用自己命为兄弟开路 正如此刻刘凯所做 东方桃一咬牙 提着刀闯出了山洞 身后刘凯阵阵惨叫 但她此刻也顾不得太多了 军人当习惯不要命 包括自己的命 包括同伴的命 她不能让同伴死得毫无价值啊 最后还是梦一刀出手 出手文准狠 砍了刘凯一条胳膊 如此 柳追风才摆脱束缚 如她这样一代宗师 遭遇这样狼狈的事 毕竟也是第一次 气得三十神暴跳啊 用剑狠狠在刘凯尸体上 炸了两下 将她心脏捅得稀巴烂 此时啊 东方桃一行人 除了东方桃 拼着命逃了出去 其他人全部惨死 山洞之中 柳追风这才啊 看向了程大雷 似乎是杀得不太过瘾 想要顺手把程大雷给烧上 小桃 留她做什么 你莫忘了她是谁 将她献给官家 能换得万户猴 在绿林道杀了她 足够让你明扬天下 柳追风眼前就是一亮了 她目光望向程大雷 的确啊 黑白两道啊 都想要程大雷的性命 杀了她 明和立刻全都有了 柳狼 先要绳子将他们两个绑住 我们将她带出去 柳追风随身带着 小牛筋的绳子 把程大雷和小白狼 两个人妈肩头拢二 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哪是不能给他二人 那半分逃跑的机会啊 此时这天可就差不多快亮了 一把劲一把刀挟持之下 程大雷被压着走出了山洞 一直走到关道上 柳狼 你去套一辆马车 装上这两个贼人 等在天下英雄前 诛杀此贼 也是柳狼的名声 好 好 柳追风是乐不可知 与孟一刀一起上路 找附近的村镇套架马车 至于世界试买还是抢 那可就说不好了 周桃转身面向 程大雷微微一躬身子 程当家 得罪了 希望程当家 莫要怪我 好说好说 本当家对姑娘一向都是满大度的 尤其是姑娘这样的美女啊 程大雷虽然笑得云淡风轻 但心里对这女子一直很警惕啊 他对柳追风说话时是一副面孔 对自己说话时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 鬼脸婆婆百变美人 该不会这外号是这么得来的吧 此时小白狼突然朝周桃啊 发起攻击 他虽然双手被绑 可腿上可没绑绳子 这招鸳鸳连环踢 当真分外伶俐 这周桃一丝不防 竟然被他踹倒在地上 程大雷眼望这一幕 心到这周桃本事啊 怕就在下毒一容这种阴损伎俩之上 至于他真本事怕是不强 就见他一个鲤鱼翻身 从地上一跃而起 拔出随身短刀 撂在程大雷脖子上 挑衅地看着小白狼 小白狼可真没防卫他这一招啊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程大雷朝他使了个眼神 他立刻转身向后 就逃向了密林 程当家的女人 好像并不怎么在意你的性命 竟抛下你逃了 哎呀 谁说不是 如姑娘这种有情有义的女人 那可不好找啊 却说这小白狼 重新逃回密林之后 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刚才程大雷用眼神 示意让他先走 也就是说 程大雷对自己的安全问题 暂时还是有把握 他先在山石之上 磨破了绳索 又找到二人的坐骑 之后就琢磨着 该如何救程大雷脱身呢 再说此刻关道上 一辆马车醒来 周桃把程大雷藏在草丛之中 自己楚楚可怜地站在路边 这车上是位富家公子 赶车的马夫二十岁出头 等马车走到周桃身边 那富家公子啊 把车窗里边探出个脑袋来 姑娘是要搭车吗 是 周桃笑盈盈地笑着 笑得那公子哥是满面桃花啊 冷暮房周桃突然出手 先杀了那公子哥又杀了马夫 一刀一个砍瓜切菜一半 他将二人尸体丢在一边 又抱着程大雷打草丛里出来 为了提防程大雷逃走啊 这次他可把程大雷的腿脚 都绑在一起了 程大雷此刻呀 跟个粽子相仿 程当家就以公主抱的姿势 窝在周桃怀里 还一脸满足 哎呀 嗯 姑娘好大力气啊 程当家不会生气吧 当然不会 姑娘 咱不等人了 我带程当家先走一步 哎呀 这是 要带我斯文呢 第六百一十四集 陆林一句 程大雷窝在车厢一角 手脚都被绑着 也是动腾不得 他目光无可奈何地 落在周桃身上 见周桃将原先那马夫的衣服啊 扒掉 然后自己给换上了 他先脱掉自己的衣服 顿时露出一具吹弹可破 浴血晶莹的郊区 程大雷目不转睛地盯着 这周桃也完全不在意 宛若把程大雷啊 当成死人一般 清本家人 奈何为贼啊 程大雷悠悠叹息一声 然后就见周桃一翻手 掌心多出一把匕首来 冷风扫过 斩断了程大雷额头的三缕黑发 好刀 程大雷勤不自禁地赞了一声 本想吓程大雷闭嘴 谁料程大雷恍然不绝扑命而来的危险 这周桃倒是有些无语 我再进一进 你的命就要交代在此 能死在姑娘刀下 那是我的造化呀 看着程大雷无赖的样子 这周桃的确是难以想象 他便是那位搅动天下风雨的秦川之主 索性也不理他 自顾自换上马夫的衣服 又取出贴身的一个小包袱 将白色的药粉不停地扑打在自己脸上 他一番收拾 程大雷吃惊地瞪着眼睛 指尖短短片刻时间 这周桃的脸颊胖了一圈 头发乱糟糟地打结 这脸上还有细细蜜蜜的麻子 看上去就像个模样普通的年轻后生 哪儿还是刚才那个勾魂夺破的蛇蟹美人 鬼脸婆婆名不虚传 他驾着马车出发了 程大雷也不知道他想把自己带哪儿去 可他既然不杀自己 至少证明自己有更大的作用 至于他抛下柳追风 定然是因为柳追风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了 二人就隔着一道叫帘子 程大雷自己占了叫声 他抱着既来知则安知的心思 倒也想看看这周桃究竟要带自己去哪儿 直到正午时分 周桃驾着马车来到一处镇子 他在路边店铺啊买了一剔包子 看他那意思可并不打算和程大雷分享 程大雷鸡场碌碌 但也只能看着周桃在那儿大快躲一 在镇子中心呢有棵大槐树 两三人合抱不过来 树冠一棚乌鸦窝 五十啊正哇哇地怪叫着 马车停在大槐树下 春寒撂翘也没什么人 等到四周无人之时啊 周桃身子附在树干上 几下便攀上了树顶 打那乌鸦窝里边掏出一样物事来 程大雷奇怪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算定 这肯定是陆长条丢的那方军印了 不过有些事程大雷还是想不明白 这方军印对陆长条来说十分重要 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东西可没什么用 说是见印如见人 但也仅是说说而已啊 那这周桃千辛万苦到了军印 又费尽心思藏于此地 到底他想干什么呢 程大雷本就好奇心旺盛 眼下更加好奇了 这周桃打树生下来也不与程大雷说话 驾着马车就又出了阵子 越走这天越黑 等日落西山之时 他把车停在了河边一炉炉尾档前 就见他口中发出三声喜鹊叫 过了片刻 炉尾档中也响起了三声鸟鸣 程大雷心里琢磨着 这当是他与同伙接头的暗号 不过程大雷想不清楚 谁会是这鬼脸婆婆的同伙呢 我大会儿打颅尾档中走出个黑脸大汉 满脸的落腮胡子 手提着一柄鬼头刀 姑娘 东西带到了吗 嗯 他还好吗 老大意是在等姑娘 等到了地方再说吧 看周桃如此鬼鬼祟祟 所图当然不小 程大雷也琢磨不清楚 他到底涂抹什么 不过程大雷觉着 等他把自己带到地方 应该就可以接近真相了 继续往前走 不知不觉这天可就暗下来了 一轮明月生在中天 如水的月光洒落 大地像镀上了一层银膜 前方出现了一片梨园 中间呢有座农神庙 程大雷被绑在马车里边 也没朝外看 但是外边的声音渐渐乱了起来 应该是人越来越多 莫老大今日开这场陆林会 便请西北豪杰 想是做一件大事的 怕莫老大这次有大心思 胃口不小啊 程大雷啊 透过较帘子缝隙 悄悄朝外张望一眼 顿时就吓了一跳 就见这片不大的梨园中 窝了能有上千号人 他们身上啊都带着兵器 咱们的模样也是千奇百怪 该都是荆州梁州二帝的 陆林人物 有人来迎周桃 周桃直接牵着马车 就进了农神庙了 庙中点着火把 显露出一座 猙獰可怖的雕像 一个男人站在雕像前 看到周桃时啊 这目光可就柔和起来 倒霉 你回来了 周桃用清水洗了洗脸 恢复了本来模样 他将那装着军印的包裹 递给了男人 男人接过来看了一眼 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喜色 呵 好好好 有这东西在 就可叫西北陆林道 心服口服 莫朗 我还带来另外一件东西 你怕是绝对没有想到 他是谁 透明卖什么管子 既然你这么说 这个人想来十分重要了 周桃笑而不语 将男人引至马车前 伸手撩开叫帘子 外边的光线透进来 程大雷看清楚了那男人的模样 同时对方也看清楚了他 两人同时瞪大眼睛 心里边可能想的是同一句话 怎么是他 这男人不是旁人 乃是西北万马堂首领 末将难 万马堂在西北可是有很大势力 这末将难号称是西北陆林道的头发交易 曾经正义教起事之时 陆林道也跃跃欲试 这万马堂还想拉拢程大雷来着 当然最后没讨着什么好果子吃 末将难在琴满手中 狠狠地碰了钉子 灰头土脸地走了 这对程大雷来说不是件重要的事 如果不是查看对方信息 他连末将难是谁都不清楚 但这件事对末将难来说 可以说是奇耻大辱啊 程大雷那样子 他怕是这辈子都忘不掉了 末将难一看是程大雷 咬紧牙关 森然冷笑一声 程当家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是我吧 程大雷现在被绑得跟粽子相仿 尾时也动腾不得呀 啊啊 哈哈哈哈 好久不见哪 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 咱们还真是有缘呢 多谢陶妹将她带过来 她落在我的手中 我非让她明白 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 哎 莫郎 这人留着还有些用处 先容她活量 第615集 背后秘心 天下大乱 英雄辈出 这其中难免就夹杂一些烂鱼冲树 想着浑水摸鱼的人物 这些人可不在少数 而是占了绝大一部分 终究是一场大绝杀 这场乱世的赌局中 混入了太多不该混进来的人 但只有活到最后的少数几人 才有资格以天下为战场 决最后的胜负 如今群雄割据 大半江湖人都投靠在各路诸侯门下 但也有些人 不甘心那寄人篱下 想着自立门户 与天下群雄一较长短 这末将难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西北万马堂的首领 也算是陆林道的枭雄 当初正义教起势之时 便想着蹚一蹚这趟浑水 从中捞点油水 但正义教起来得快 败得也快 末将难没捞到什么好处 可这些年他一直也没闲着 暗中招兵买马 招揽陆林道上的英雄 想着当初林少宇揭杆而起 轻易地就扯起了 十万大军 凭什么他能做到的事 自己做不到啊 此刻的末将难盯着 突然落到自己手中的 程大雷 在最初的愤怒过后 末将难很快冷静下来了 他双目灼灼地盯着程大雷 想着该怎么 把他身上所有的价值 压榨出来 他脸上的怒容 转变成笑意 攻身先行了一礼 原来是程当家到此 刚才在下有些失态 还请程当家误怪 呀 好说 好说 我们两家素无瓜葛 同在梁州婚 我对程当家的名声 也一直很是佩服 这才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我立刻就给程当家松绑 程大雷在江湖上 那名声也是有的呀 不过都是坏事做尽的恶名 至于威名 程大雷也不知道 自己能有什么威名啊 末将难装枪做事的 就要给程大雷松绑 可双手伸过来 突然又顿住了 程大雷双目笑盈盈地 就望着呢 这末将难叹了口气 唉 原该立刻给程当家松绑 柴人将程大雷 安然无恙送回蛤蟆城 可程当家手下的人的脾气 我也有所了解 我这一向好意 便被当成了胆意 不若程当家修书一封 信中写明原委 为柴人送到蛤蟆城 也免得中间生了误会 你说得有理啊 莫兄一番美意 我又怎能辜负呢 来来来 取纸笔过来 信中好好讲个明白 当然 这次事情也不能让莫兄白忙活 只是不知道莫兄是要兵马呀 还是要金银呢 这还真是 这还真是啊 末将难搓着手 忽然一震 这程大雷又岂是好对付的人物啊 自己真要松开了他的绳索 他不写信 却要砍自己脑袋怎么办 他那神鬼莫测的快剑 凭自己的本事啊 可有点哆嗦 程当家误会了 误会了 发生这种误会 我给程当家赔罪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想勒索财物 实在是在下心中有件大事 要与程当家商量 哦 愿闻其想 如今天下大乱 百姓遭殃 这种事程当家自然也看到了 我被当做些事情 替天下苍生做些事情 只要程当家点头答应 我万马堂的人马 愿为程当家所用 揭竿而起 为天下苍生做些事情 哎呀 你这可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你快把我松开吧 咱们立刻就办这件事 末将难本想施展三寸不烂 忽悠得程大雷和自己联手 可这程大雷答应得也太痛快了 还满脸的诚恳 末将难倒是想相信他 但程大雷明显不是诚恳的人呢 我一片诚心 程当家该不会是 将我当傻子耍吧 这不很明显吗 你 末将难顿时啊 如受奇耻大辱 手握刀柄 真恨不得一刀劈了程大雷 慢慢的 他又把刀柄松开了 既然程大雷不肯合作 那自己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发挥他的价值了 很好 很好 希望程当家死到临头 还能这样好恨 说着话他迈步走出了农神庙 庙内只有周桃看着程大雷 程大雷斜靠在神像下 目光就那么瞧着周桃 轻轻家人 只不过这看人的眼光终究差了些呀 哼 你再敢辱莫朗一句 我便一刀子宰了你 好 好啊 我怕了你不成啊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本当家偏偏过不了你这一关呢 哎 我说 那个鬼脸婆婆成名在二十年前呢 如果活着也该是一把年纪了 可看着姑娘的年纪 该不会是那鬼脸婆婆呀 你又不曾见过我本来面目 你怎么知道我多大年纪 这件事程大雷还真说不好 传说那鬼脸婆婆的一荣树出神入化 谁知道现在是不是她的真实面目啊 关于鬼脸婆婆 你了解多少 那我倒是知道一些 程大雷轻轻点头 他在长安待过一年 还挺了解荆州一地的大贼巨盗 那鬼脸婆婆成名的本事可不是武艺 说白了 她其实就是个骗子 压箱底的本事啊 一是一荣树 一是魅惑之树 靠着美貌不知哄得多少达官贵人 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最后啊 这事啊 捅大了 骗到皇族身上去了 朝廷派出鱼龙卫捉拿她 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她在天罗地网的追捕之下平安脱身 从此一战扬名 其实 那鬼脸婆婆并非是一人 啊 还请姑娘赐教啊 鬼脸婆婆一开始的确只有一人 但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来 于是她收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姑女 传授易容术跟防周术 一群人行骗总是方便容易得多的 我确实就是鬼脸婆婆 不过 却只是其中一人 有些事太过肮脏 周桃也不愿向人提起 鬼脸婆婆在江湖上名声虽大 但说白了也是个靠女色诱骗男人家财的骗子组织而已 这周桃啊 从小不知父母 很小就靠着美色诱惑男人 背后她经历过什么呀 那外人就难以相信 第六百一十六集 农神庙前 程大雷听罢周桃的话 久久之后长叹口气 哎呀 这姑娘也是个可怜人哪 周桃一正 抬头看了眼程大雷 像是心里有话 只是没说出口 乱世之下多少人争权夺势 精心布置着自己的势力 想着要与群雄逐鹿天下 但大部分还是周桃这种人 伤痕累累 那里有太多不堪与外人讲起的故事 他还算是有些本事的尚且如此 那就更别提那些普通人了 都是你这种人 才将世道搞成这副样子 只有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杀了 天下才能恢复太平 莫朗并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他终会将太平还给黎明百姓的 程大雷无语地看着他 心到上苍给了他美貌的同时 一定忘了给他脑子 如此他才会在茫茫人海之中 清新墨降难 这不是没原因的呀 看上去他像是恨自己入骨 从他那肯定是得不着什么好话的 程大雷索性把注意力放在外边 瞧瞧墨降难打算要做什么 从程大雷的角度 只能看到外边的一角 只能凭声音来判断外面的情景 今天是个满月 这离园内晾堂堂的 农神庙前聚的人是越来越多 已经看着得有两三千号 多是万马堂的人嘛 但同时也有荆州两地 露林道的豪杰 末将难转了一圈 最后回到神龙庙前 站在月光之下 狼声开口 诸位阿炎 请听莫某人一句 今天大家为何来到此地 许多人应该已经知道了 天下大乱 各路诸侯割据 咱们江湖人 多是成了诸侯的走狗 这天下是有得人居之 各路诸侯能取 我们兄弟们为何不能取 莫某召集各位英雄 再次聚异 大家反了他娘的 离园内一片安静 这些人平日里啊 就干一些没本钱的买卖 每个人手上没几条人命啊 但杀人是一回事 造反可是另外一回事 万马堂的人马呀 末将难已经提前忽悠好了 但其他人可就有点含糊了 有一人开口就问了 莫老大 你想做事 弟兄们都服你 可凭咱们这些人 想要造反取天下 咱们行吗 是啊 咱们才多少人 和官兵打仗 咱们都不会呀 闹闹哄哄 许久方才安静下来 末将难似乎早已料到 会有这一幕发生 倒也不以为意 他一直带众人安静下来 方才开口 我想问一句 朱尉可听说过 那秦川之主程大雷 这谁没听过呀 在江湖上混 要是没听过他的名声 大家就不用混了 朱尉 那程大雷本事如何 那还用说吗 定是天下一等一的恶贼呀 敢和朝廷对着干 兵州一战 他杀了多少人 现在蛤蟆城多大势力 做贼做到他那份上 算是做到家了 提起程大雷 大家都开始滔滔不绝 但奇怪的是 他们说的都是关于程大雷的事 但却又极力避免提及 程大雷这三个字 似乎这三个字啊 有莫名的魔力 提起来就会厄运加深一般 又带人群安静下来 末将难缓缓说道 说来 我与那程大雷也有过一面之缘 他也并非三头六臂 想到当初启示之时 整座山寨不过才五人 如今才过去几年 便有偶大的家业 大家都是娘生爷养 比他又差了哪里 天下大事不怕你争 就怕你不争 只要敢争 这天下未必没有弟兄们的份 说是这么说 可咱们怎么和那人相比啊 莫老大也不是那一位啊 如果我告诉大家 我能亲手杀了他呢 月光下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像是被卡住喉咙一般 莫老大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今天是什么日子 大家做的又是怎样的事 我岂会开玩笑 不瞒诸位 那程大雷就在此地 我要杀他 就在此刻 末将难说着话拍了拍手 一众人伸长脖子瞪大眼睛 就见程大雷 打神奴庙里被压了出来 所有人都盯着他 上上下下把他打量好几遍 与内心中程大雷的印象比对 程大雷 末将难 抱拳行李礼 今日要有程大雷的人头 继我们兄弟的一起 来请程大雷勿快 好说 好说 程大雷轻轻点头 目光打人群之中扫过 他双目扫过的地方 人们纷纷必让 不敢与其目光对视 这时候啊 场上已经响起 窃窃私语之声 有些人已经开始 悄悄朝外溜了 毕竟这 成他当家的恶名在外啊 打他出事以来 又有哪个呀 和他作对的 讨到过好处啊 大家性命要紧 还是别蹚这趟浑水了 当然大多数人都流了下来 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一幕 心中隐隐 对末将难 升起了信心 离园外边 这时突然响起 这乱糟糟的声音 几匹快马 奔进了林子 其中一人高呼 小桃 小桃 你在何处啊 成大雷一听这声音 就觉得头疼了 柳追风来了 柳追风被周桃甩掉 他当然不会以为 是周桃故意甩脱的 还以为是周桃 遇到了什么危险 见到周桃之后 这柳追风松了口气 小桃 你快过来 咱们不搅这次乱了 今天是西北陆林道的聚会 场上啊 还有很多人 和这柳追风认识 见到他之后 纷纷上前打招呼失礼 柳追风眼里 却只有周桃 口中连唤几声 却没得到周桃回应 末将难哈哈一笑 这位便是浮风一见柳先生吧 事不相瞒 周桃本就是我万马堂的人 今日我们在此聚意 如果柳先生愿意相助 我便做主 让周桃给柳先生做妾 这话一出口 有两个人大吃一惊 一个是柳追风 他虽然一往情深 但却对这周桃啊 谨守君子之礼 不敢有半点 无礼僭越之行动 在这个年代啊 男人之间相互赠送妻妾 那是稀松平常之事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那另外一人呢 便是周桃了 他一颗芳心 早已暗许末将难 却没料到 末将难会将自己 拱手轻易送人 长大雷嘴角 浮现出一丝笑意 瞧瞧 瞧瞧 这事怎么成这样了 第六百一十七集 意外重逢 末将难笑吟吟地看着柳追风 一副蜘蛛在握的神情 柳追风不但武艺高强 你别忘了他可不是一个人 他身后还是有一股不小的势力 若能得他相助 自己的大事便有更大把握 心中雄心壮志 想着拉起一只雄兵 与各路诸侯争一争天下 柳追风目光闪烁 显然是动了心了 无意间他与周桃目光碰撞 忽悠生起不忍的念头 心中不由暗自私存 我就怎能欺他 想到这儿他不由仰天大笑 阁下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小桃愿不愿意跟我 还要看他的心思 你我都做不了主 说着 骑在马上朝周桃一伸手 你愿不愿意 随我走 这话一出口 程大雷不免对这柳追风是刮目相看 能成一派宗师啊 心中境界果然不敌 倒是末将难愣了愣 揣测不明白柳追风的心思 但他心中还是很有自信 双手背在身后 朝周桃开口 你若愿意随他走 是你的自由 我不会留你 程大雷目光落在周桃身上 心中还是存了看戏的心思 周桃看看柳追风 又看了看末将难 末将难目光有意无意地看着他 嘴角啊 还挂着淡淡的笑意 好 我随你走 周桃忽然踏上前一步 手就搭在柳追风的手上 微微踮起脚 翻身就上了马背 末将难脸上的笑容可就僵住了 周桃的选择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柳追风却是喜行余色 轻轻一带马将上 好 我带你走 几个人骑在马上 都是柳追风打过招呼而来的武林同道 柳追风这一声呼吓 这些人可打算走了 嗨 阁下想走 是不是要与我招呼一声 大家都在陆林道上混 就算没碰过面 柳追风也听说过末将难的名头 怎么 阁下 还想留留某不成 别人怕你万马堂 我可不怕 柳追风的手意悄悄按住了剑柄 哼 今日我们弟兄在此起誓 你若透露风声 引得官兵过来 岂非坏了我们的大事 你想怎样 倒是不想怎样 只是想留柳兄再些几日 等过了这件事 在下一定送柳兄离开 柳追风居高临下 看着末将难 忽然哈哈大笑 就听苍狼一声 身上配剑出窍 好好好 阁下想要留我 且问我这口剑 答不答应 扶风一剑柳追风 号称剑能追风 他那骨子里的自信 都是从这把剑上来的 真要动起手来 哪怕今天场上不少 陆连好手 他可丝毫不惧 末将难一挥手 数十人将柳追风 一行人可就围上了 都是万马堂的人 其他将无人 扔坐毕上关 明知柳追风 在剑道上造一颇深 末将难心中也并无畏惧 他朝身边一人抱拳 请还凶出手 承大雷的目光 这才落到此人身上 只见这人无短身材 属于丢在人堆里 都认不出来的那种 这人跨上前一步 拦在柳追风马前 请了 柳追风一看 此人如临大敌 承大雷可不认得这个刀客 柳追风却认得 墨北孤英寒醒 曾用一把刀 平了塞外大道一阵风 怪不得墨将难有恃无恐 原来手下有这一员高手啊 柳追风不敢拖打 打马上跃下来 也就是他刚刚落地的光景 一把刀朝他斩来 杀的就是柳追风立足未稳 这一闪而逝的机会 寒醒是如何来历 无人知晓 自他出事之时啊 用一柄刀涂了一阵风 一阵风手下上百号人 被他一夜之间杀尽 这倒也不算什么 江湖上武艺出众的人啊 并不是做不到这一点 关键是所有被他杀死的人 都是一刀毙命 身上并无其他伤口 如此想来可就有些恐怖了 出招快准狠 讲究一刀毙命不费二刀 柳追风的确遇上劲敌了 亏得他躲闪及时 才没被这寒醒一刀给劈了 静心防御 柳追风慢慢稳住局势 手持配剑与寒醒打在一处 这是他的同伴也和万马堂的手下呀 动起手来了 都是江湖上的好手啊 可是万马堂毕竟人多势众 且每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匪 这帮人陷入围攻之中 可渐渐落了下风呢 如果两人公平对决 柳追风也未必不是寒醒对手 可今天这情形实在对他不利 他无心恋战 也不想与这寒醒纠缠 朝后纵越退出战圈 带着一行人就朝外就冲 可深州都是密密麻麻 万马堂的手下 目光粗略望去 至少也得数百人哪 纵然每人武艺都是不错 却没能力闯出重围 柳追风等人哪 一直紧紧抱着团围在一起 而在他们面前则是长刀短香 围着他们 柳兄 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你若愿意与我们弟兄一起起誓 我愿奉柳兄为我军中大帅 你我兄弟一起去天下 岂不快在 姓莫的 你太小看我了 今日兄弟们陷在此地 平死要拉你几条命下来 好 柳兄英雄气概 今日我就送柳兄归天 成全柳兄的名声 柳追风情知 今日情况危急 说不得自己一条命就得交代在此地 他目光转了一圈 忽然落在程大雷身上 眼前顿时一亮 心中有了主意 程大甲 弟兄们愿意拼死救了你 你可愿意帮我们突围 程大雷呵呵一笑 好说 好说 柳追风没能力突围 可眼前还有一尊大贼啊 只要替程大雷摆脱束缚 再给他把剑 柳追风不信有人能拦得住他 兄弟们 撤啊 柳追风拼死朝程大雷就冲了过来 末将难心中一惊啊 冷不防柳追风还有这么一招 他急忙挺大刀户在程大雷身前 免得程大雷被劫走 一群人乱砍乱杀 程大雷慢慢地可就退进了农神庙里了 免得被刀枪部长掩在伤着自己 外边砍杀声响起 程大雷躲在农神庙 目光瞅着外边 大当家 突然一个声音隔着窗户轻轻地喊他 程大雷猛一回头 就见飞天蛤蟆白元飞趴在窗外 大当家 你没事吧 程大雷刚才在人群之中就看见白元飞了 所以他才能有恃无恐啊 暂时没什么事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第618集 圣明之下 末将难想着聚意启示 拉拢道声人物 这件事已经闹出不小动静 各方面可都注意这儿发生的情况 程大雷虽然不在蛤蟆城 但蛤蟆城还得照常运转呢 阿苦是负责情报收集工作 在得到消息之后 便派白元飞过来打探情况 看看末将难到底想搞什么鬼 白元飞确实没想到 会在这儿和程大雷不期而遇 他看到程大雷落在了末将难手中 当场就想要营救程大雷 可是程大雷眼神事宜让他烧安勿躁 他才一直等到现在 大当家我先救你出来 你先帮我把绳子割断 其他事咱再等等 白元飞顺着窗户递过了一把短刀 将程大雷身上的牛筋绳给割开了一道 程大雷这才算是摆脱了束缚 现在他看上去还是被炎炎湿湿地捆着 可只要轻轻一抖便可挣脱绳索 这次山寨来多少人 只有我一个也就是过来看看 只是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大当家 话说大当家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 那个说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慢慢说 哦 我想定是大当家为了打探情报 故意被他们擒住 不然的话 凭他们的本事怎么捉得住大当家 哼 还真被你猜对了 程大雷干笑几声 此时有人朝庙里过来 你先躲一躲啊 等下见其行事 白元飞身形一闪 从窗外消失 这时候外边的战斗差不多已然结束 柳追风一行人 在多数人的围攻之下 可以说伤亡惨重 他带来的同伴死了两个 其他人身上也都挂了彩 尤其是柳追风伤得更重了 稳住行事之后 末将难又令人把程大雷从庙里给压了出来 他握着刀阴森森地冷笑 既然溅了血 这事可就不能再善罢甘休了 拉拢柳追风的事再也不用想了 现在除了杀了他 再也没其他办法 柳追风 死到临头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柳追风伤痕累累 双手握着剑有如一头困兽 满脸血污 姓墨的 你拿着刀 想吓唬谁啊 大丈夫要杀就杀 我皱一皱眉头 是你养的 柳兄是个英雄人物 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哼 小桃 你现在过来 我还可以原谅你 刚才周桃选了柳追风 未必没有和末将难赌气的意思 他对柳追风还是利用的成分居多 但却没想到柳追风竟然能为他做到这一步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啊 周桃毕竟也不是铁石心肠 他忽然干笑一声朝前跨出一步 莫朗 我又怎肯赴你 末将难伸出手来 来 周桃走向末将难 也没人阻拦 末将难脸上露出得意笑容 示威般地看了柳追风一眼 这一刻呀 柳追风心碎若死 但转念一想 若周桃能活起来 也未必是件坏事 周桃款步走向末将难 所有人注意力都落在他身上 看着他的倩影 也不知多少人心中一当 心中想的是 也不怪柳追风对他一往情深 这女子确实是个有物啊 刚靠近末将难的同时 忽然寒光一闪 从周桃袖中划出一把匕首 末将难毫无防备 慌张用手去挡 这胳膊可就被划出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末将难怒急呀 他没想到周桃会这么做 就像自己养的一只小猫 突然抓伤了自己 怒不可遏的他一掌拍过去 周桃亮清的后退退到了三步开外 还敢 恼羞成怒的末将难一声爆喝 周桃冷笑一声 忽然握紧了匕首朝自己胸口炸来 柳追风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他想扑过去相救 可他所在的距离已然来不及了 眼睁睁看着那把匕首扎向周桃胸口 却听啪的一声响 一团绳索打在周桃的手上 将周桃的匕首砸在地上 所有人都是一正 尤其是周桃抬起头来 差异地望向绳索丢来的方向 就见程大雷晃晃肩膀 活动着麻木的胳膊 自己的性命姑娘不该这么不珍惜呀 与程大雷离得近的几个 立刻和他拉开距离 以程大雷为中心 周围就散开一个圈 你 你怎么做到的 本大当家是何等样人呢 凭你们用一根绳子也能捆住某家 本当家只是想陪你们玩耍玩耍 现在戏也看够了 一切该结束了吧 如猛虎出闸相访 众人心惊胆战 这魔头已经摆脱束缚 谁还能奈何得了他呀 一些个胆子小的 已经开始悄悄往外撤了 最好程大雷没看着自己 不然以他那小肚鸡肠 估计啊 不会放过这件事 而末将难腿肚子 却一阵阵抽筋呢 对于程大雷啊 自己应该早就一刀把他宰了 不应该还琢磨他身上那点用处 留到现在果然变成噩梦了 程道家 这是一场误会 误会的 误会 我若是摘掉你的脑袋 用不用对你的尸体道声欠呢 明知今天伸脖子一刀 缩脖子也是一刀 末将难突然发了狠 弟兄们与我上 他也不是三头六臂 大家一用而上杀掉他 程大雷冷哼一声 手一伸 简来 柳追风将自己配剑抛给程大雷 程大雷单手接过宝剑 在胸前一横 哪个上来送死 大家都知道 手中有剑的程大雷 和手中无剑的程大雷 那可是完完全全两个人 见他横剑身前 竟无一人敢上前 最后还是那貌不惊人的 寒醒上前一步 口中到了一声灵叫 握着刀朝程大雷就劈来 程大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一点寒芒闪过 剑从空中划过 摇摇落下一滴血 寒醒的身子突然就顿住了 脖子上出现一个鞋底 随之血就窜出来了 身体重重倒地 柳追风不由道抄了口凉气 他自觉自己在剑道之上 也颇有些造诣 可与寒醒交手数个回合 却站不到半点上风 却未想到 这寒醒居然连程大雷 一剑都没挡住 盛名之下 无须是啊 第六百一十九集 成贼大雷 寒醒的尸身栽倒在地 这个一夜涂了在外巨贼 杀人从不用第二刀的刀客 终究没能挡得住 成大雷一剑 包围成大雷的众人 齐刷刷朝后退出几步 寒醒已是末将难 手上有数的高手啊 至于其他人 自量可没那寒醒的本事 与我杀 与我杀 末将难一声声吼着 可谁敢上前呢 大家都握着兵器 却情不自信地颤抖 末将难苦着一张脸 他本身武艺并不如何 更别提说和成大雷相比了 现在他也没那胆子上前和成大雷动手啊 来啊 你不是要挣天下吗 咱俩先过过手呗 成大雷朝着末将难招了招手 末将难往后退了数步 与成大雷距离越来越远 此时的他颇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了 正在这时候 原先悄悄溜走的人又退回来了 离园外响起一阵乱糟糟的声音 莫老大 莫老大 大事 大事不好了 末将难心中就有种骂娘的冲动啊 我难道还不知道大事不好了吗 这魔头放出来 这事怎么可能好得了啊 官兵 官兵杀过来了 什么 末将难一惊啊 的确相比成大雷还是官兵杀过来 这事更可怕 或者说两件事是一样的糟糕可怕 末将难先命周桃去长峰关道印 就是想做件事扶重 但周桃呢 阴差阳错捉来了成大雷 那方军印自然也就用不着了 可这大印却为他引来祸事了 长峰关守将陆长条 岂是善与之辈啊 东方桃回了长峰关后 怒发冲关的陆长条 立刻引军前来围剿 农神庙前巨翼的群贼 末将难做事不密 这件事在江湖上可传得沸沸扬扬 难免官家会知道 现在陆长条率着三千人马亲自杀来 若论单打独斗 这帮江湖豪杰谁也不服 可若论群体作战 航武军阵 他们可绝非正规军的对手 离远了几轮弓箭射杀 离近了几个人配合杀敌 陆长条的人马很快就杀进了离远 周围是剑语纷纷 程大雷也不敢拖大呀 目前还是先逃命的要紧 白元飞跃到程大雷面前 将找回来的匹夫剑递给了他 大当家 封琴撤祸 撤祸撤祸 二人何力朝外冲杀 有程大雷一剑开路 倒是也没谁能够阻拦得了他 可他这般表现又伪实过于抢眼 东方桐在人群之中 可就发现了程大雷了 大人 那就是成贼大雷 东方桐其实并不是很迫切地 想要杀掉程大雷 如程大雷这种人 无论黑道白道都是要杀 他主要的仇恨 还是针对柳追风和周桃这对狗男女 他带着一众手下向柳追风追去 柳追风刚才一轮激战 已然身受重伤 他本来身手不弱 此刻却没有丝毫战意 只能像是眉头苍蝇般 护着周桃向外就逃 东方桐跨马拦在他面前 老贼 还我兄弟命来 你先走 柳追风一把推开周桃 独自面向东方桐 你来 程大雷和白元飞向外冲着 然后他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自己面前的人越来越多 倒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末将难面前没几个人拦着 这怎么搞的呀 本他当家只是来摸鱼的 不是你们找错人了吧 陆长条并不知道 程大雷怎么会到这 也不是很想知道 在他想来 程大雷出现在此地 肯定和末将难是一丘之合 想的是密谋造反 这种事儿程大雷干得出来啊 说不得这事儿 他还是主谋呢 无论怎么想 程大雷都要比末将难有价值 他跨马拦住了程大雷 程贼 还不纳命 陆将军的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这么不好吧 对 如你这样的恶贼 人人得而诸之 今天 我就为您除害 程大雷身边的人士越聚越多 再不走 怕没机会走了 况且程大雷现在可没做紧 小突围也不容易 那就对不住了 程大雷突然一跃而起 身子在半空之中 飞起一脚 把陆长条打马上踹下来了 这陆长条还没能站稳呢 白冤飞的刀就架在他脖子上了 想要他活着吗 身为一军之帅 陆长条不该铤而走险 更何况他武艺本不如何 如今面对的又是 程大雷这种级别的大贼啊 陆长条赶紧摆手 都不要动 都不要动 程大家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至于如此吧 不是如我这等恶贼 人人都该杀吗 玩笑了 委实玩笑了 哼 说真的啊 我不想要你性命 今天兄弟也本不想 蹚这次浑水 让你手心人都安生点 不然你认得我 我这剑可未必认得你 明白 明白 程大雷压着陆长条朝外就走 长风关的士兵们主动让开一条通道 正在这时啊 前边有一匹快马冲来 正是小白狼寻到此地了 过来搭救程大雷 那头黑牛还跟在他后边 程大雷一见 抬腿把陆长条踹翻在地 翻身跨上了牛背 白元飞夺过陆长条的那匹马 三个人一起朝外就跑 陆长条晕头晕脑地打地上站起来 他伸手扶正的头盔 大喝一声 追 追上他 一定要杀掉他 却说那柳追风夺了一把剑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激发了他骨子里的潜力 长剑无动 是只见剑光不见人 眨眼间又有数人遭了他的毒手 东方桐虽然报仇心切 可也不敢硬攻 周桃一拉柳追风的肩膀 走了 一群江湖豪杰被赶得急了 也只得拔出兵器厮杀 朝四面八方突围 东方桐只稍不注意 眼前就没了柳追风的身影了 周遭也是乱哄哄的一片 也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 找到他 一定要找到他 末将难几个人也随着人群往外就冲 他一枪英雄壮志 还未来得及施展 就因为这场乱战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今日农神庙前巨医 陆林道死伤不计其数 但这当然无法满足陆长条 他的目的就是要赶尽杀绝 他命令手下军士追杀 主要目标 末将难 柳追风 承大雷 第六百二十集 秦贼先秦王 小白狼自从和承大雷失散后 便在附近寻找他的下落 路途中遇到陆长条调动兵马 便一路尾随到此 如今两家重逢 也将承大雷的坐骑大黑牛带了过来 承大雷跨上大黑牛顿时信心倍增 提着宝剑朝外就冲 黑天半夜也辨不得方向 承大雷小白狼白元飞 就像眉头苍蝇一般朝外乱闯 也不知逃了多久 东方已经露出鱼都白 此刻见追兵没追上来 承大雷算是松了口气呀 大唐家 这回事儿 啊 自家人 以前青牛山就在一起了 承大雷抓紧时间平复呼吸 白元飞朝小白狼相互抱了抱拳 算是打过招呼了 大唐家 咱们下一步往哪儿走啊 承大雷朝四周看了看 刚才慌慌张张朝外逃窜 也没分辨方向 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啊 咱们哪还是得先回去 蛤蟆城在西北方向 往西北走 总是错不了 三人迷了路了 认准方向 背着太阳朝西走 还没走多久 就听前方一阵打斗之声 承大雷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就见路长条指挥兵丁 形成个包围圈 中间围着的 正是末将难柳追风周桃几人 昨夜承大雷朝外逃走 末将难和柳追风也朝外逃走 误打误撞 两家撞在一处 眼下这末将难已经落了单了 身边又没了寒醒这般高手 柳追风立刻挥着剑 去找末将难报仇 双方刚打在一处 还没等绝出胜负 追兵追上来了 路长条将他们团团围住 等他们力气耗尽 再一网打尽 大等家 咱们别躺这浑水 早早撤吧 对对对 咱们赶紧溜 三个人转身就要朝外走 这时候他们可不希望和官兵再碰见 就在此时 这东方同屋一间朝四周扫了眼 正好和承大雷目光撞上来 那是承大雷 可别让他走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路长条急忙指挥士兵围杀过来 知道承大雷本事了得 他们也不敢靠近厮杀 只在远处放箭 剑王如鱼一层一层逼向承大雷 这想要逃命的承大雷 无可奈何被他们围在当中 正好和末将那两拨人会在一起了 三方见面面面相去 莫名其妙 感觉有点尴尬 三人昨夜一起 时而为敌时而为友 面对官兵的追杀 眉头苍蝇一般朝外乱窜 没想到 在此又被围在一处了 路长条一见这一幕 忍不住哈哈大笑啊 好好好 今天你们已经走投无路 我看你们往哪里逃 今天杀了你们三贼 也是我大功一剑 我说陆将军啊 咱们昨夜就见过 不是说井水不犯河水吗 逮 你这恶贼 还有脸与我说这话 今天本将军不杀你 我就不姓陆 陆长条又记起昨夜 被程大雷一脚踹下马的事了 现在他的坐骑 还在白元飞手里呢 想起这事 他就一阵无名火起 在他信中 墨将难和柳追风 倒是可以活捉 但是程大雷必须死 程大雷也知道 今天这事不可能善聊 他看了看墨将难和柳追风 他二人现在都是伤痕累累 估计派不上什么用场 没用的 他一辆匹夫剑面向陆长条 来来来 听说陆将军手下也是高手如银 谁敢跟本的当家的过过手 呸 傻子才和你单打独斗 来人 与我放剑 程大雷一阵无语 你说这名声大了也不是很好 现在想找个单条的人也不太容易 陆长条一声令下 手下工兵不成一排 同时朝程大雷几人放剑 现在墨将难和柳追风 都对程大雷恨得牙根都痒痒 他不出现倒还好 他这一来 陆长条可就半点不留情了 几人挥舞兵器击落射来羽箭 如今弓箭虽然威力并不大 但毕竟是最方便的远程武器 而且双方距离又近 战战破空声在耳畔响起 程大雷偶尔还帮白元飞 或者小白狼扫落几枚鱼箭 可这墨将难和柳追风就没那么好事了 尤其柳追风一心一护着周陶 昨夜一场激战 他早已身受重伤 朗布防疫没射来的羽箭 没拦住就射中他肩膀了 在一轮羽箭的空档 程大雷轻轻吁了口气 如今自己还勉强撑得住 可一直这样下去 待自己力气耗尽 终究难逃万箭穿心的下场 必须得想个办法破局呀 程大雷目光摇摇落在陆长条身上 所谓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陆长条感受到程大雷的目光 心里边就一个机灵 这恶贼想干什么 程大雷突然一声爆喝 陆长条 干嘛 你活够了没有 什么 本当家问你活够了没有 程大雷又喝一声 一拍坐下大黑牛 朝着陆长条就冲过来了 那大黑牛撒开蹄子 就跟一头下山猛虎相发 锐不可当之势 朝着陆长条就冲 速度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陆长条啊 吓得是手足颤抖 放箭 放箭 工兵准备好之后 又是一轮羽箭扑面而来 这次主要招待程大雷一个人 程大雷挥舞着匹夫 剑把射来的羽箭一眉眉击飞 很快便已逼近得陆长条 口中大黑一声 身子高高跃起 身无裁缝 双飞 陆长条慌慌张张朝后就退 身边护驾的亲兵乱糟糟撞在一起 顿时人仰马翻 程大雷自空中落下之时 黑牛一日闯入军阵之中 程大雷刚好落在黑牛背上 他轻轻疏毙 伸手抓住陆长条的盔甲 一把把他从马背上就揪过来了 双腿轻轻一夹 带着陆长条返回白元飞身边 哭通一声 把他丢在地上 绑了 等陆长条站起来 两把刀已经搁在他肩膀上了 一柄是小白狼的 一柄是白元飞的 在场所有人无论是官是匪 眼看得这一幕不由大惊失色 程大雷趁乱 窜入乱军丛中 如入无人之境 所有人脑海中想的就是一句话 以他这本事啊 不说万人敌 千人敌 怕是绝对没问题